随着电子支付使用人数增加 民众消费习惯逐渐转向无直化 无尸体塑胶货币等方向 虽然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但是电子支付诈骗案件时有所闻 究竟民众要如何来防范呢 消保管表示在使用电子支付时 有几点民众要特别注意 如果说私底下跟你说 我们不用透过平台交易 那我们私底下来完成 可以省下这些费用 其实这些的异常的模式 这是在过去传统 很容易发生诈骗的情势 其实打电话来的人 很可能是骇客 盗取你的资料的 不是真正的卖家 所以这是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另外对于网络教育 可能有一些物超所值的 也不要贪图便宜 以为是拿到了或买到了 所谓的优惠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提醒 除了预防电子支付诈骗 行动支付普及化导致的资安问题 民众更要格外小心 如果有所谓的个资 因为平台那么业者呢 资安这个可能有漏洞 没有尽力防护 以至于被害 然后呢 有人借由你的交易资料 取信你的时候 一样的 你如果说有疑虑 千万不要急着去听他的话 去债刑负款或解除分歧 重新办理分歧之类的 因为这些已经是在媒体上了 长久的披露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个意思 歹徒就没有这个机会来骗我们 如果民众有相关疑虑 不用紧张拨打165专线寻求帮助 如果说真的还没有发生之前 你有疑虑 也可以拨打165去咨询 也许在这个平台里边 他会告诉我们曾有的这个案例 或者已有的发生的事情 做一些原则或者判断的参考 金融示威化 逐渐影响民众的日常消费 但是延伸的问题好多 也有待政府和民间加速 提出更好的解法 记者郑光佩 郭孟如高雄报道